金福宝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金家众人眼看着 管家富尔跟金福宝儿语了几句后 金福宝马上就瞪大了眼睛 爹娘奶奶 我有事出去一趟 奶奶 没事 可能是天气太热而已 谁都知道 苗是这番话实假的 苗 您别乱操心 没准是什么喜事呢 对对 就算有什么事 元宝他们肯定也会处理好的 你们都坐下吧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书童不如管家那般不全大局 当着陈月山和金大于氏的面 就同金喜宝将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金喜宝京剧之下 也顾不上父母和妻子 跟着书童匆匆离开 王宫妹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就是突然抽了一下 这会儿没什么感觉了 不然还是让太医来给你瞧瞧吧 不用 可能是最近休息不好 你和表哥肯定是为了我和谭谭莲华的事 最近都忙得没睡好 谢谢你 元宝 说这些干什么 我没什么事 就在这时 负责通知元宝的魏春 刚刚通过层层关卡 赶了上来 事关重大 魏春纵然在急 也是强忍着带到元宝同他去到了无人之处 这才敢将事情说与元宝听 殿下 你莫及 我出来的时候 管家和天宝公子的书童也已经出发 找金侍郎和金福宝大人去了 这显然是冲着天宝 甚至是直接冲着我来的 真是拙劣 又精准的陷害 我有事要出宫一趟 娘 你和拳拳泡泡留在宫中陪无忧吧 好 你放心忙去吧 看来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元宝不说 肯定是他能解决的 你也不用担心 你说的对 我们继续说一下新婚业 你要怎么做 明柳书院 我们金家的儿郎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至于此事 必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侍郎大人 虽然我等都是手无寸铁之力的读书人 但我们都知道 案案断是非要凭证据 现下 我们看到的 就是胡先生的妻子 赤裸身体洗在了你弟弟金天宝的寝室中 你让我们如何相信金天宝是无辜的 那便报案 我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不怕官府来调查 如此丑事 报案定是不可能的 传出去 与你们金家 与护国公主 与我们明了书院而言 都不好 这么多学生都在暗处看着热闹 就算不报官 此事就不会传出去了 从下课 到吃饭 我们三兄弟都是在一块的 这是绝对不会是我弟弟做的 没准是你们仨兄弟连手做的 你们当然不会承认 因书院大门紧闭 不得入 元宝和魏春退花施展轻功从屋台飘然落下 也刚好听到这句话 魏春 去把刚刚说话之人抓来 我来 也跟我抢 敢欺负我的人 你说 此事是本宫的三个弟弟联手干的 不是 不是 我 我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谁再敢乱说话 我就打断他第五枕 书院院长领着几个人 上前来给元宝行李 因为元宝不允许天宝报官 所以对院长没有什么好脸色 姐姐 别怕 有姐姐在 谁也不能欺辱了你 讲 我没有做那种事情 真的没有 嗯 姐姐信天宝 也相信 咱们金家的儿郎 绝对不会做出如此龌龊歹毒之事 此事 院长打算如何解决 自然是要调查出真相 还给死者和胡先生一个公道 那你既不愿意报官 如何调查真相 如何找出凶手 护国公主为高权重 想来自会有调查真相的法子和手段 当然 若护国公主不觉得此事传扬出去 会败坏了儿童的名声 亦可报官 如此关头 确实不好宣扬 哼 可私下请金赵府的人来此 暗中进行调查 如此这般 调查结果又可服众 此事也不会过分宣扬出去 可服众 恐怕没那么容易服众 不管金赵府的人怎么调查 怎么说 只要是有利于天宝 有利于我们的 绝对会有人跳出来反对 元宝说的没错 咱们的身份摆在这儿 元宝的身份摆在这儿 就注定了此事不能通过报官得到善终 除非当场就抓到真正的凶手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眼下咱们处于劣势 这恐怕已经是最好的做法 嗯 我知道 那就让金赵府的人暗中来调查吧 在真相调查出来之前 谁都不可以离开这个书院 此话一出 周围的学子们立马开始窃窃私语 到爆发一类 哦 暗公主说的办 不过是一刻钟的功夫 金赵府的人就匆匆赶来了 我善医术 也可勘验死者 为了更好 更快地调查出真相 我要求和金赵府两位武座一起 共同勘验死者死因 这恐怕有点不公吧 全程由胡夫子观看 我也不会跟武座有任何交流 最后分别把结果写于纸上 最后对比 整个验尸的过程 胡夫子都站在旁边 武嘴边哭泣着 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元宝 和两位武座的动作 与此同时 金赵尹带着其余金赵府的人 对天宝所住寝室开展调查 一驻向后 众目睽睽之下 元宝和两个武座纸笔开始写了起来 写完后 院长和金西宝两人走上前观看内容 这两份砍验结果 一致 没错 死因都是服用了过量的制人昏睡的药物 导致呼吸衰竭 身上未见有任何创伤 更没有被侮辱猥亵的痕迹 那凶手是谁啊 据查 现场脚步杂乱 并未发现可举痕迹 既然这样 那就直接挨个审问所有当时在场的书院的人吧 属下正有此意 很快 书院里的学生都被赶到了院子里的空地上 元宝和金西宝 金赵宝的目光像是能洞穿一切 一寸一寸在学子们的身上扫过 几乎没费劲 兄妹三人就在学子当中 找到了几个反应不太正常的学子 翠花 你应该也看到吧 先抓两个出来 好嘞 我最喜欢了 金赵尹大人 就先从这两个神起吧 是你们自己招 还是懂本观神 大 福宝哥 嗯 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刚被赶过来 都不知道啥情况 就是他 是苏文轩出的主意 你休想把罪名都推到我们三人身上 我没有 你莫胡说 休想污蔑我 大人 还是命人被马车 将这几人 以及相关人等 全部带回金赵府去再接着审讯吧 你们三人 从十周来 免得我运行 这是苏文轩的主意 我们没想害死 胡夫子的妻子的 我们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的 胡说 你们胡说 不是我 跟我没有关系 跪下吧你 不是我 袁宝姐 不是我啊 我没有指使他们 是他们在污蔑我 我只是对他们说 要给胡夫子一点颜色看看而已 我从来没有对他们说 要害死胡夫子的妻子 更没有指使他们 去陷害天宝 陷宝哥 袁宝姐 咱们可是一家人啊 我为什么要陷害天宝 是与不是 一会儿审讯清楚就知道了 此事若是与你无关 谁都不能动你一根毫毛 可要是与你有关 你姐姐的面子 是不足以救你性命的 现在开始 本官问到谁 谁便做的 旁人不许插嘴 从一开始 把事情始末交代清楚 大人 我们几个因为经常收到 胡夫子的批评和责罚 心中对胡夫子抱有怨恨 于是苏文轩说 要给胡夫子一点教训 还说 胡夫子是新曲的妻子作长金宝 让我们迷晕他 然后吓唬吓唬他 大人 我的却有这么说 但是我没说过要陷害天宝 也没说过要把人弄洗 而且我也就说说 我跟他们说完后就离开了 他说的是真的吗 那个是真的 是我们三个因为看不惯天宝三兄弟 经常被夫子表扬 所以想着开个玩笑 这样既能报复胡夫子 也能将天宝三兄弟的名声弄臭 所以 所以我们三人就买了蒙汉药 下到那女人的饭菜中 我们真的没想过害死她的 只是下了蒙汉药而已 谁知道她就这样洗了 不用解释 你们只需要继续讲过程就行了 我们三人趁着天宝不在寝室 将人搬到了天宝的寝室当中 然后 然后就跑去找胡夫子告状了 你你你你 取楼 到哪里 到哪里 韩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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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市咚咚咚咚咚咚咚 こう disease